大家好,我是宅真 今天要介绍一部新作品 这部作品的野心之大 让我想对它说声佩服 你能想象吗? 一部一半化为载体的作品 不仅有当红的《异世界》穿越 还有各路的历史豪杰乱斗 最后还要再加上《灵主争霸》 我甚至无法将这部作品 归类为任何一种类型 我唯一能用来形容的词汇 大概就是《异世界》版的《信场之野望》了 不过这也是比较符合罢了 谁叫主人公就叫《韦田信场》了 接下来就让我细说这部新作吧 首先主人公韦田信场 是一位众多的历史沉迷者 这家屋的房间堆满的书 除了正规的史书以外 各种通俗的野史异化 以及各样的历史研究 韦田全都首读于心 他常认为自己生出了时代 如果不是出生于近代 那他肯定会有自己的光辉 不过说实在的 身为高中生的韦田 除了历史学科以外 其他科目也只是勉强及格 现在他就只是一位 对未来感到迷惘的学生 由于韦田信场的全名 读起来跟智田信场一样 导致常常被误会 另外韦田家是单亲家庭 家里除了妈妈以外 底下还有个人干的妹妹 这妹妹有多人干呢 除了会送早餐以外 平日也会和哥哥培养感情 实在是一位优秀妹妹 而且韦田妹妹的武力 更是强到没变的那种 见到中学全国三年吧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 比方在柯狼人世界里 那就是毛铃狼人等级 在家里可是统自己地位啊 最关键的是韦田妹妹 她的全名就叫韦田氏子 不仅和智田氏的名字相似 以甚至可以怀疑 她是隔壁棚过来的 然后我们的主人公 其实就是那只肉桂啊 抱歉我知道了 不过妹妹的名字 和隔壁棚的女主一样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啊你们同一家杂志了 就在兄妹俩温情对话后 妹妹开始她的 每日超快跑上学训练 这时一世界大门开启了 看见妹妹不停被黑洞吸走 韦田奋不顾身 拉住妹妹 她这一切都徒劳无功 最后他们都被吸入了黑洞 在一片光芒闪烁过后 韦田在荒郊野外里醒来 此时老妹还在灰迷不醒 身为妹妹敬爱的兄长 当然得要保护好妹妹 令韦田感到奇怪的是 柿子的手背也出现了文章 这时韦田听见了怒吼声 生理远处去闯拿大火 韦田下一次悲起柿子 想究竟观察发生了什么事 说不知她这个决定 却让她后悔莫及 因为印在眼前的萤幕 是一部血腥的人间地狱 不是拍电影或演话剧 那些做我的血腥味 以及令人畏惧的气势 无意不再告诉韦田 这是真实的战争 主导这一切的家户 便是骑在板马上 轻松抽烟的头金鸽 虽然人天生就有好奇心 那就因为韦田的好奇心 导致休眠二人身陷险境 不要以为常常树后面 就以为没人会发现了 这个一世界也就是如此慎重 本来主角这样的普通人 在冠云战斗的强者眼里 不论是气息或行踪 那都是满满破绽 而且创业到一世界后 一般没外挂的高中生 本来就连杂兵都打不过了 不得不说 这部漫画真的给他完美呈现 韦田也把握妹妹的决心很强烈 甚至让头金鸽很动容 他这一切都徒劳无功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 无论是兄妹爱或者希望 都只是毫无依依的价值 这个世界只有夺走跟被夺走 神秘挣扎的韦田 只能看着妹妹被夺走 即便他不甘地呐喊 发外不成有过的气力 也只能给杂兵一点小伤 正常来说 被夺走的妹妹 她都会成为压在夫人 进行不可描述的交流 我而这毕竟是不少年番 始终是不可以色色的 头金跟看上世子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世子才是被选上穿越者 主角韦田只是意外地穿越 以至于手背上没有徽章 保养徽章者集聚有艺人 就像救了韦田的靖腾勋 就像救了韦田的靖腾勇 他在徽章的光芒之下 可以发动剑技 血厄虎侧 几瓶一展就可以尖敌素食 徽章本身所带来的含义 代表这世界的高端战力 而且根据我看完的推论 徽章只会出现在英杰的身上 所以如果韦田的妹妹世子 没有突然穿越一世界的话 那她在原世界的未来 恐怕是屡杰半的存在 这部作品应该也不会 出现太多的静态科技 毕竟历史一节到了这里 也都是白手起下的状态 而且既然是争霸的类型 那就一定有相应的规则 和决出胜负的条件吧 这点就看后续怎么描写了 韦田被静腾游拯救后 就感到一股安心感 随后倒地步行人士 当她一醒来就看见信长公 这所谓信长见信长 最近漫画界的信长 可说是一位超级大忙人 不但出演从零开始的本人士 转世后还在亲缘狗狗 隔壁朋友担任了无脑反派 而现在更是接着这部新片 信长公的片酬到底有多低啊 我觉得有个细节 这里描述得很好 那就是韦田醒来时 是被绑住的 静腾虽然被韦田的决心感动 也没有因为韦田的武力很弱 就随意的把她领到信长面前 关这一点我就觉得 这部作品算有用心 生前是佛迪的字典信长 现在则是一位不良僧侣 虽然看起来吊闹当 但她只是隐藏的表现 王者和气势扶一掌肉 就让韦田心惊胆跳 信长之所以会见韦田 就是想得知韦田的来处 即便是没有徽章的创业者 但那份跨时代的知识 这是当前的信长所需要的 唯田的问题是 韦田能给予信长多少 韦田如果想救我妹妹 则依靠信长的帮助 就算你妹妹游泳徽章 她真的足以信长出兵吗 如果没有动手的理由 以及足够的价值的话 信长要听韦田的话 随便出兵 那这部作品主打的核战 其实就真的只能看看了 说到底让英雄彼此乱斗 本来就是一大困难之处 现在还要加上战争的要素 所以我才说这部作品也心意不小 弄得好起码是加坐起跳 弄不好的话样样不打好 不过我还是希望 这部作品能耳目一亮 前面提到出兵的价值 这个价值可以多方考量 除了主角老妹的价值外 也可以信长这边的利益 当然也可以是主角的财人 俗话说开场大耳机 变成是一位狠角色 就像逆回16页 以及爆弹DT一样 我们的主角为田 只不过还没展现财人 虽然目前来看 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别忘记她的历史扣 恐怕本作出场的英雄人物 她的脑袋都有足够的情报吧 不过也别小看这些英雄 能够称霸一块土地 甚至整个时代的家户 总是有起过人之处 另外这张地图 真的不是欧洲吗 我正在看下来 信长工的位置有点不妙 难道这又是信长包围网 那我才猜 最先成为踏脚石的 是那位可怜的妹爸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了 后续我再看要不要追吧 我是宅政我们下期见